大乘法旨 所有一切法 终极的目标就是一个 正民心界限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为什么 还是为民心界限 我们夜战身中 在这个世界修行 见不了心也明不了心 怎么办呢 换一个道场 换一个修学环境 到极乐世界去 到那个地方 清净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会下 民心界限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到极乐世界 不是为别的 就为这种事情 如果你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 民心界限 极乐世界去不去 没关系 这个都是四十 这个事情见不了了 这诸佛菩萨告诉我 到那边去 容易 投一个给你保证的 寿命无量 在这个地方寿命太短了 修学在这么短的时间 成就不容易 所以我们有无量寿 这个寿命 那这一生 文文荡荡成就 所以无量寿 是尽宗地也得了 为了寿命 什么都不能成就 同一个 就是要有寿命 你才有时间 学习 是四十年